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半天哈宅跟我说 大概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 全家都感染过了 他说没有啦 他说就是一个人有症状 然后快筛是阳性 可是其他人就没有 也有症状 但他们就没有特别做什么处理 这样子哈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觉得呢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多听听一些这个专业医师的建议 其实是好的 真的是好的 像是我们最近啊 不管是上个礼拜 我们请教的中医师 陈志佳陈医师 针对这个新冠医号 或者是这个礼拜 礼拜一 振兴医院的耳鼻喉部的主治医师 张智慧张医师 来跟我们讲 有关于Omicron这一次 这个疫情的这个 反应在喉咙的部分 要怎么来舒缓保健 以及这个西医的抗病毒药物 这个到底怎么使用 其实他有很多禁忌 我觉得很多人也许都没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那我们今天的一同爱自己单元 其实呢 主题是要来告诉大家 如何的来保护你的胃 但是一开始 我还是要应景的问一下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 也有蛮多人吃要吃太多 吃到胃出问题 尝出问题的 那今天在视讯连线 跟我们视讯连线的 是之前我们也曾经采访过 他跟他聊得很开心的是 服务员中医体系的总院长 郭大为郭院长 院长早安 很晚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院长你人在哪里 台中 台中喔 台中 台中听说接下来中南部 因为现在 因为前面都是北部大爆炸嘛 那现在是说 这个接下来可能中南部 这两三个礼拜的这个案例 会稍微再往上走喔 所以这个 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喔 健康最重要 那呃 其实 呃 台湾人 台湾人 到底是台湾啊 还是中国人 好像这个胃病 很多人都说这个胃病 好像已经快要不是 不能说是一种病 根本就是一种通力 就是很多人的胃都有状况 那呃 但是 真的是体质不好吗 还是其实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造成的 那最近 呃 应该先讲到上一次 我们之前 访问这个郭医师 郭院长 就是这本书 现在在我们的YouTube上 大家这个画面上 我们摆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让肠胃动起来 那这本书上次 我们访问郭医师 才知道说 为什么他这个后来会成为 呃 在这方面的专 专家 这跟自己 从小肠胃就很多毛病 也是有关系的 而且啊 台湾的医疗人员 对吃是最不忌口的 医师越滋生 植物层级越高 肚子就越大 哦 所以他们的肠胃问题 可能也越多 还有台湾人很爱吃胃药 甚至长辈 还会用胃乳片来交朋友 哎你好啊 我带个伴手礼啊 来送你一些胃乳片 这样 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状况 呃 但最近我相信 呃郭院长 你除了 你你因为 因为最近其实中医也非常忙 嗯 那您呃 也有蛮多 虽然你在台中哦 也有接蛮多这个 不管是视讯 视讯的 问诊等等的 也有很多是 呃这个确诊的病患 来找你求助的吗 对 很多最近的确感受到这个疫情 慢慢的往我们中南部来 呃移动了 所以在门诊里面 我们除了一般的门诊之外 也会接的确诊的视讯问诊 那同时也会接一般门诊的 确诊的会诊 哦 包括像有一些他是确诊的家属 有一些是确诊的个案 那就像刚刚童文你讲的 有一些是呃 他可能还在担心的阶段 他就开始要想要服药 那有一些 当时我们听一些呃 病例的朋友说 他有一些没有通报的这个呃 个案也是有听到 那所以其实啊 最近真的很多呃 这种个案都集中在我们同一个门诊里面 所以最近的这种医疗人 真的是被超到人养麻烦 那那问一下哦 就是呃最近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确诊的朋友他是有 肠胃症状的 就是会拉肚子的 对不对 还有一些人 其实是因为呃可能他们 像像昨天我们有也有好几个朋友在讲 就是说呢呃他却家有家人确诊 可是确诊就其实原本只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问题就是轻症但是后来就是一直咳嗽咳嗽就都不停 结果呢这个家人就说哎拿清冠疫号去吃一吃哦 听说很有用就吃了之后更是拉肚子拉到一个不行哦 所以最近的这个肠胃的症状是不是有很多也跟这些相关啊 呃非常多了像我们有些患者是还没有确诊之前 呃郭院长 就因为每天的喝这种防疫茶到最后像皮肤发炎啊腹泻啦都有 好郭院长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有一段那个声音哦 就是网路可能呃连线没有连到所以没有听到 可不可以再请你就是刚刚这个问题再帮我们回答一下 就说这段期间的肠胃的状况 最近非常多患者哦他 来看诊之后啊 他在呃防疫期间喝了非常多的防疫茶 嗯 好我们的讯号好像不太 对有听得到吗 网路讯号好像不太稳定 网路讯号不太稳定 所以那个院长你帮我看一下你那边的网路 你帮我看一下你那边的网路 帮我重新调整一下 那呃刚愿长呢呃其实 我知道他的他刚刚讲到意思 前面有听到断断续续 也就是说呢有蛮多人他其实还没有确诊 就开始喝一些防疫茶 那院长你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院长你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有非常清楚 好那就呃现在听起来好像OK 非常清楚 现在OK那可以再麻烦您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嗯嗯嗯 好院长您可以说 嗯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很多人在呃防疫期间 喝了太多皮肤的问题 嗯 皮肤的问题 对所以在看诊的时候 第一个他要我们解决 皮肤的问题就是开始出现 那种疹子啦 嗯 嗯 群麻疹啊或者像那种异味性皮肤炎啊 开始出现 嗯 好 那呃这样子哦 呃我想说因为现在断断续续的 呃我们先来把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设备调整一下 因为可能是院长那边的网络的问题 所以呢现在先请呃我们这边的呃工程这边的 同事来帮我们做一下调整 看怎么样可以让院长的声音更清楚一点 因为呃院长用视讯连线的话 就是吃到他那边的网路 他那边网路如果不是很稳定的话 声音就会出现这种断断续续 或者是会lag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我相信大家在听起来 会比较不舒服哦 我们可能在沟通上也没有办法那么直接跟快速 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方法哦 来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调整一下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呃最近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那有一些是还没有刚刚有讲到还没有确诊 就开始喝很多的防疫茶 那出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我等一下再请他来详细讲 还有就是出疹子 寻麻疹啦或者是呃这疹子真的很多 我身边超多人有这个疹子的状况 这个疹子是直接跟新冠有关吗 因为有一些说发炎嘛 所以这个皮肤也会发炎出来 那呃请问一下郭大为郭院长 你现在在线上吗 有有有 好好好 那我们再针对刚刚的这个部分 来再说明好了 因为刚刚这一段都没有很清楚 好好好 我们知道非常多这个患者 他因为在防疫期间买了非常多各家品牌 各大中医针所所出的这个防疫茶 那每天呢就把这个防疫茶当水喝 那也起到一个这种心理安慰的作用 但是呢在他的皮肤啊 去出现一些问题 包括就像说蕴麻疹啊 或者像异味性皮肤炎啊 就像我一个患者非常的明显 他在确诊当初 他的症状不是非常明显 但反而皮肤的症状非常的严重 那我就问他说你平常 非常多喝什么东西 他说自从防疫一刚开始 他就开始存了非常多防疫茶 每天喝天天喝 也介绍你家里的这种清房好友喝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喝的茶 是哪一点也可以拿给我看 其实啊里面不外乎像一些清热解毒 或者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解表 疏风的一个药物 就很像说平常你没有感冒 但是你却每天吃普拿疹 是这种解热症重剂来预防感冒 这是不对的 这会让我们的免疫力 这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改变 因为中医所谓的这种解表 扎寒 或者趋风解表的主要作用 就是说 当我们身体里面有病毒入侵的时候 我们把它往外拨散出去 但我们身体如果有一些症状的时候 你如果每天做这种趋风解表的动作 最后我们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这种 免疫力的这个变不好 甚至有一些错乱 就开始出现皮肤炎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也会出现在肠胃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啊 我们脾胃好人不老 那有株内必行之外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肠道出问题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表现在皮肤上面 对 我不其然 这些患者因为长时间的吃这些 比较寒良性的药材 包括像脸窍啦 鱼心草啦 板南根啊 甚至有些会吃到冠种这一类 比较侵略解读用药之后 让他的肠胃啊 开始出现一些反弹 让肠胃的一个问题 表现在皮肤上面 就开始出现非常多群麻疼的问题 嗯 对所以啊 顾问长你之前应该有看到我的新闻吧 哦是 哈哈哈哈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当时为什么要写 我那个防疫茶其实才喝了两天而已 然后我就觉得很凉嘛 你有看到吗 所以我其实写出来呢 我就是想要提醒所有的粉丝 因为呢很多的现在市面上的防疫茶 都跟你说是预防喝的 或者是平常就可以当水喝 可是他里面其实我看过 不管他里面跟新冠一号 就是里面的药材有多少是重复的 但是一定都有鱼心草啊等等的 一定都有 那就算他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的 加了一些生姜去平衡 但是你其实重点是你根本不知道 这些到底是干嘛用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能够找到中医来针对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这很好 我是一直想要告诉大家 清冠一号 累清冠都不能够当保养 更应该是说 就是像医生一定也是这样告诉你的病人嘛 不是每一个来确诊你都跟他说他可以吃清冠一号吗 一定不是的 确的确我们每天都在接确诊个案的电话 电话一拿起来他一定会说我是确诊个案 我要拿新冠一号 我就回复他一句话说 确诊不等于新冠一号 还是看你的症状而定 就很像你今天确诊 去到西医师那边 西医师也不见得每个都会开抗病毒用药 有些只是开普拿层 其实表示说你的症状没有那么的严重 而且而且因为像我们前两天有讲那个PACSLAVY 他有太多的禁忌了 对对包括像他跟清冠一号不能同用 嗯 所以相信清冠一号里面的这些清热解毒的药材 或者是这些药材即使他单独拿出来几样 然后跟别的配起来做成所谓的防疫茶 我相信也不是真的每天大家一直喝一直喝 当水喝每一个人都适合的 所以真的是这个郭大为院长今天 提到这件事情原本我也不想再讲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要这个提醒大家 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比较糟糕是 我是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清冠一号类清冠 你都不能够当保养用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防疫茶 你应该要去搞清楚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内容物 然后呢要去问一下知道你的状况的医生 你适不适合喝 但是因为媒体就是比较怂动啊 他们就是直接就是把这个清冠一号四个字抓出来 变成我是吃清冠一号 其实不是哦 好那我们再回来 呃就是 其实最近还有很多人吃西药吃到肠胃不舒服 对不对 对非常多 那不只有吃中药吃到肠胃不舒服 甚至有些吃西药吃的每天拉肚子 所以我有一个患者都问我说 欸医师啊 我确诊完之后一直拉肚子 这样是对还是错啊 我就跟他说 当然有些个案啊 他因为没办法承受这一类解热针冲剂啊 甚至中药的驱风解表药 甚至像这一类比较寒凉性的用药 他当然会有一些拉肚子的现象 对 当然我们常会说 我们的肠胃啊 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嘛 他含有70%以上的免疫细胞都在肠胃里面 对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肠胃先顾好 肠胃顾好之后 我们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才会好 嗯 好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等一下回来喔 我就要请教一下医师 因为其实不只是有拉肚子的 因为好像还有一些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以前只要吃一些这个消炎的药 有的比较强的消炎药 我吃完之后我就开始胃食道逆流或胃痛 所以最近应该也有一些人会是这样 那我们在礼拜一聊喉咙的时候 就讲到有些人一直咳不停啊干咳咳不停 搞不好也是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请教国医师 今天礼拜三我们第二小时 一样继续的进行一同爱自己单元 今天聊的是内养外调互胃有成喔 这个胃是肠胃的胃 肠胃的部分本来就是喔 我们一生当中喔 一直一直都会出现状况的地方喔 那有人说台湾人好像特别胃病特别多 或是台湾人特别喜欢吃胃药 那最近的这个新冠的疫情的影响 有些人是直接出现了胃肠的状况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吃药吃的不当 导致了肠胃的平衡机制被破坏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连线请到的是 服务员中医体系的总院长郭大为郭院长 来跟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院长你好 在线上喔 好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这一波的疫情 刚刚前面有讲到有些人的一些状况 那其实已经不是确诊之后 甚至是还没有确诊之前喝太多防疫茶 喝到了这个 就是体质 体质的部分可能这个都有 这个平衡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那另外还有我要讲到的就是西药 因为其实在轻症的部分喔 如果轻症的部分 其实有大多数的人 其实并没有拿到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喔 那抗病毒药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 呃第一个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抗病毒药物吃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光是比较强的消炎止痛药 吃下去有可能就会让胃 就比如说像我以前只要一吃到这个消炎药 很厉害的消炎药 我的胃马上这个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 胃食道逆流就开始不舒服 甚至胃痛的 这一波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朋友来找 这个您有没有这样的个案来找您帮忙 那如果有这种状况要怎么处理 有有的确喔 透过这种资讯问诊的一个过程 会发生非常多的这种 清冠一号甚至像抗病毒用药 以及一些西医的这种治疗确诊个案的用药 开始出现一些多多少少的后遗症 包括像刚刚同文你说的 有些人可能吃了抗生素 人之后会不舒服 像我有一个患者 他只要每次吃的这样这种解热症痛药 吃了抗生素 他就会全身酸痛 对啊这一次他刚好又不小心又确诊 那这一次透过视讯问诊情况指教 我们就帮他开立一些比较 让肠胃可以和缓的一些药物 那他肠胃好之后 他这样的一个西药所引起的附属中 症状就减缓很多 那另外一个个案比较特殊 他是刚好确诊的那几天 刚好那每一个月月经最准时来的时候 那确诊完之后他吃完西药 刚才跟我说这次月经就没有来了 就很像点点滴滴没有来过一样 他就觉得他不是月经来 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关系 那我们如果要调月经 那我们等到下一个月 我们再好好调一下就好了 至少在我们确诊过程中 先把这个病码治好比较重要 所以啊其实这样的一个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 不只是会在我们在确诊过程中 对身体造成影响 其实在服药过程中 也会造成一些 一些蛮多的一些副作用 嗯好 那呃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 有一些人他们是一直咳嗽不止 后面一直咳嗽不止 呃从中医来看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胃食道逆流引起的 在吃了这些药物之后 呃当然有可能 像我们常说咳嗽有几种原因吧 比地道流 胃食道逆流 气喘都有可能 那有些是因为他感冒完之后 合并所谓的气喘 也会诱发像这样的一个咳嗽 那像这样的一个 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咳嗽 其实啊在确诊个案 在进入自主健康管理体是最常见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在隔离期间 他椅子非常的节制 那等到开始吃东西完之后 他就开始吃回原来正常的东西 所以我们常会跟这些确诊对案说 在你前几天发高烧 喉咙很痛的时候 不能吃你想吃的东西 等到这个喉咙痛 开始减退完之后 你如果要恢复正常的意思 麻烦你慢慢的恢复 不要一腿开始就喝珍珠奶茶 不要一腿开始吃粽子 或者吃一些比较脂腻 比较难以消化的东西 对对对 这些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 当然肠胃不好 咳嗽就不会好 所以在我们 个案里面其实有一个 底下是18岁左右 他确诊是在5月20几号确诊 对那进入这个 自主健康管理他就用 资讯问能够我们的 说他最近很会咳嗽 那不管早上也咳 睡觉也咳 大家妈妈都觉得 他是不是得了这个白日咳 那我就跟他说 你最近的饮食怎么样 他说真的像医生您说的 一刚开始喉咙非常痛 痛到很像如刀在割一样 其实非常多确诊 很多患者都跟我们说 喉咙非常痛 这种痛是非常不能够忍受的 对 但是等到他可以喝东西之后 他在想说医师跟他讲说 如果喉咙痛 偶尔喝一点冰的没有关系 他就每天喝冰的 因为越喝喉咙越舒服 等到他自主健康管理期的时候 他就出现咳嗽的症状 那其实这个症状 就很典型的 像吹到风也咳 晚上睡觉也咳 那我们终于就会跟他说 那我们就帮你开一些 比较润肺化痰止咳的一个用药 那基本上就像小青龙汤也可以的 做加一点像贝膜 肝草结梗 那在几天用药完之后 患者就跟我们说 真的最近这个咳嗽变得比较和缓 睡眠也睡得比较安稳 所以啊 其实我常会跟患者说 确诊那七天 不管你是十加七 七加七 前面的七天都不是很重要 重点就是他后面那七天 之后的一天 身体的调整才是重要 哎我觉得你讲这个好重要哦 你知道就是七加七这件事情啊 真的有人七之后的后面的那个七 他其实就觉得自己已经OK了 那他就出去了 照理说后面的七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其实有很多人十天甚至十四天 他的快筛都还是羊哦 那呃一个是说你你你对于别人的一个责任啦 这是一件事 但是其实我今天早上刚刚才在我的脸书上有发 就是说大家真的不要太小看Omicron 就是说呃即便有身边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轻症呃痊 痊愈的朋友们 其实后面的long covid的后遗症还是蛮多的 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种咳嗽 他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还有很多人是很疲倦的 真的觉得自己体力下降很多的 那像我有一个呃朋友的孩子 他是念大学体育系 体育系的孩子其实都很强壮 那他就说他的孩子的朋友确诊之后回来 哦已经确诊回来都快晒阴性哦就回来 然后再去他们好像要量呼吸量 因为他们是运动就是运动员嘛 他们是体育体育选手嘛 他说那个呼吸量就减很多 可是他其实是轻症 但是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哦 我们真的是我们可能肉眼看不到 或是我们一下子感觉不到 而且你刚讲到一个东西还真的就是我观察到的样子 你知道我有很多朋友在脸书上 就是跟大家说他确诊 然后呢讲这个过程嘛 哦可能过程非常痛苦啊 然后最后终于 哦七天这个可以这个呃这个解除了 然后快晒阴性了 然后出门第一件事 我跟你讲十个有七个都是去买 那个手摇影欸真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来杯珍奶啦 或是加什么粉条之类的就是 对 因为实在是憋太久了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哇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身体真的还没有完全复原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像刚刚同文讲呢 我这边有一个案子 他是大概24岁 他一个医学系的男生 他确诊完之后他就跟我说 哎学长我跟你说 这一次啊确诊完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愿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容易疲倦 对 像在医院呃要呃值班 那以前他可以整天晚上不睡 他说这一次确诊完之后进入休息期啊 他怎么睡都觉得睡不饱 他觉得很痛苦 那其实不是只有他我们也出现像有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银行行员 嗯 他确诊完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医师啊 我们家中蒜头的 我第一次闻不到我们家里蒜头的味道 他开始出现鼻子嗅觉失灵的现象 对所以其实像刚同文讲的 Long Covid 的症状 才是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注意的 包括像有一些人真的是 前七天非常的注意饮食 后七天完全昏速不均 这是不对的 因为不管你吃西药吃中药都是一样 对 他会破坏你的肠胃系统 他会干扰我们的免疫的代谢 所以一定要从肠胃来出发 慢慢的重建我们的肠道 我们的这个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 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 之前没讲到的东西 真的很谢谢郭大伟院长 那特别提到的就是 你在确诊之后的饮食 真的不能够马上恢复 即便你觉得喉咙不痛了 哇我什么都可以吃了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是经过了一场战斗的 而且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那在这个饮食的部分 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哦在这样的饮食阶段 我们都会建议一般的民众 不管是确诊还是未确诊 都是一样 特别是确诊后的一定要记得 第一个不要吃不好消化的东西 先从容易消化的东西找手 包括像你可以先吃饭 以白饭为主 因为啊像我们说的无苦饭 糙米饭它属于大纤维高纤维的东西 反而会造成一些肠道的一些不舒服 那我们还是建议恢复到白饭为主 吃鱼肉啦吃白肉为主 鱼肉优于鸡肉鸡肉优于猪肉 再者就是说像有一些不好消化的食物 包括像米糕啦粽子啦 这一些比较绵腻滋的一些糯米类 先把它放到最后再吃 包括像卡 平常如果有喝茶叶喝咖啡习惯呢 会建议慢慢的恢复原本的量 让你的肠胃先休息一阵子 毕竟像咖啡啊茶碱啊 对我们的肠道都是一种刺激 我们讲说这种来自方肠啊 你要喝这些东西吃些好东西的时候 多多做一定的时间 那不如趁这10天好好的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的时候 包含的肠胃顾好 让身体慢慢的步上正轨完 所以你再恢复以前的 那种生活习惯 倒是可以接受 啊太重要了 这一段哦 刚刚呃这个郭大为院长 讲的这一段就是有关于 你在确诊之后 呃就是你已经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症状了的时候 要开始注意的饮食条理哦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哦 那呃而且如果你发现 哎你现在有一些状况很不舒服 你再回想一下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刚确诊完 真的是大吃大喝 那你也可以真的要 现在要想办法去调养一下 来日方长哦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Omicron 我觉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他一直被认为说 就是被宣导成就是说他其实是 呃像感冒一样大家不要太紧张 好不用怕 所以我觉得就很多人 就是可能真的也轻忽了 或者是说就没有留意到 他可能后面出现了这么长的症状 但我必须还是要说 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所知 实在太少太少了 我相信医生也非常同意这句话 我们对他的这个所知太少了 我们常说嘛 你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对对对百战不殆 对这个孙子兵法原本是这样 百战不殆 诶这个郭院长厉害哦 对那后来才变百战百胜 那其实那个孙子兵法里面是讲百战不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料敌从严嘛 我们要料敌从严 不应该是用这种 我觉得大家戒胜不恐惧 到现在常常都只做到不恐惧 都没有做到戒胜 我觉得也是不太对的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提醒大家 也谢谢郭院长今天给大家提醒 不过说回来哦 当然这段时间免疫非常重要 那肠道又是我们说的就是 他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没有错 所以现在这个让肠胃动起来这本书 郭大文院长在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的做法 其实他不是只有解决我们肠胃的问题 他事实上是调节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跟平衡 我觉得这个是从根本做起 所以待会回来哦 我要请就是院长可以针对一些简单的问题 常见的问题来判断我们到底是哪一种脾胃失调 进入到真正的我们脾胃的调整好不好 待会再跟院长聊 礼拜三的一同爱自己单元 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内养外调 护卫有成的是服务员中医体系的总院长 郭大为郭院长 院长我们来讲一些 脾胃 因为因为中医就是都讲脾胃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有知识 有尝试一点知道中医的脾胃 讲的这个脾不是脾脏 基本上脾胃就是讲我们整个这个腹腔里面的这个 各种的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统称吧 是不是算不算一个统称 对那脾胃失调 比如说就像以这一次的疫情来讲好了 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那个观念就是 你真的要看你的体质是怎么样才对症下药 而不是就像你说不是所有的状况你都可以吃 这个Paxlovid 那也不是所有的状况都可以吃青冠一号 假设你的脾胃本来就是比较虚寒的 你可能就不适合吃青冠一号等等 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比较虚寒 或是什么叫比较湿热 所以好像有好多种型对不对 对的确我们的脾胃啊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 它也会分不同的这种形式 包括像我们常说有一些脾胃的问题 那可能是胃硬不足的啦 有可能是因为脾胃虚寒 甚至有些可能走到最后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湿至肠胃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从字里字面上来讲的话 大概都可以略质疑了 包括我们常说十字肠胃的 大多数出现这一种 他的饮食非常的不佳节制 他永远吃不饱 他一定要吃到撑 一定要吃到很多他才开心 所以就发现这些人 这些人他吃到之后 他都会觉得肚子很撑很脏 排便排不出去 常常会打个 打出非常臭的一个格出来 他就是所谓的十字肠胃 那十字肠胃的患者 我们就跟他说第一个你习惯要改变 你吃到七分饱 那再来我们吃完饭之后 你可以走一走或按摩一下肚子 让肠道休息一下 因为你每一次都把你的肠道撑 吃的这么撑 让他的工作量加重 我们人都没办法在长期高压之下工作 更换我们的肠胃 那这样看下来像有一些胃因不足 胃因不足的人 他比较常会有口干舌道的现象 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 常常会有这种肚子脏气 消化很不良 到最后他可能会跟你说 常常觉得吃不下 排便又觉得排不出来 大便又很干 这类属于所谓的胃因不足 胃因不足你把它可以想象成 肠胃里面的一些消化液不足 就像我们常说的 一个人肠道里面的胃酸分泌不足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 肠胃或者说脾胃是我们人体 最大的一个敏意的器官 也是最大的一个防护力的防线 当我们肠道出了问题 其实人体会出现非常多问题 包括像我们耳熟能讲的肠肉症 那我也讲到我们的大脑的问题 包括像巴辛森痴症 阿兹海默症都有可能 对 就像我们在这一次疫情 挺像胃重门症里面发现 有一些他本来肠胃不好的患者 他在确诊后 他的症状也真的是千里百万 就像我们刚常说的 有一个患者 他本身就有过母亲鼻眼 他确诊完之后 他反而比较容易出现 嗅觉失灵的问题 那有一些他平常就容易 腹泻的患者 他确诊完之后 他也很容易出现一些 这种喉咙不舒服 或者像干呃的现象 但是他施态中 像这种抗病毒用药 他反而也会出现腹泻的问题 表示说他本来肠胃就不好消化吸收 对 他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比较重的药 更是没办法消化吸收 是 那像我们台湾是属于这种 雅乐在地区 大家都很喜欢人人手上一杯手摇引 所以会出现非常多的所谓的肠胃的湿热 肠胃的湿热就很好分辨 就是说他又喜欢吃油炸的 又喜欢吃辣的 那之后又喜欢来一杯啤酒啦 手摇引啦 造成身体常常会觉得很疲倦 那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 排便他都跟你说排便很黏 会连在马桶上 甚至他会觉得大便怎么大都大不干净 这是所谓的肠胃湿热型的患者 这在台湾里面占的绝大多数啦 那有一些是寒湿组织 这在女孩子里面比较常会出现 因为女孩子有些时候 为了身材的曼妙 想要维持了良好的体态 他有些时候可能会采取所谓的这种侵蚀疗法 比较吃比较清淡的东西 甚至说早餐都是以这种蔬果类为主食 他完全不碰热的东西 他只吃蔬菜 只吃水果 到最后导致身体呈现一个所谓的寒湿组织的现象 绝大多数都会跟你说 月经来的时候这种会痛啊 或者是排卵期的时候分泌物很多啊 那常常你摸他的手要把他的时候 就很像摸到这种非常冰的这种人一样 你就发现他手脚会冰了 所以像这种韩式组织啊 其实女孩子还蛮常见的 那肝胃不合我发现有一些患者 特别容易出现 就是那种在高压底下工作的患者 因为他有些时候压力一来 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他才运营吃饭 那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就是有一餐没一餐 那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又喜欢吃饭配工作 喝咖啡来支撑体力 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人永远都在跟你喊肚子痛 他肚子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他饮食不正常 他完全没有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时间跟食物相处 他的食物永远跟他的工作是半熟在一起的 这其实什么人最常见 包括像童文你们 你让我在笑 对 这种很辛苦的这种媒体工作的 就是像医师也都是一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美食 对啊 就是常常就是有东西架续就好了 就是 对所以我们常常很多患者都跟我们开玩笑说 你们食物真的是借鬼 就是借着你的口容进入到肠胃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吃过什么东西 我觉得医生喔 医生如果说那个可以跟太空人一样 就比如说吃几颗东西 就可以维持身体体力 你医生应该就会这么做 对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医师最适合用鼻胃管管管管管 因为省却的这种 咀嚼的能力 使用管管管的最好 太辛苦了 因为有些时候在下午诊接完诊的时候 大概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可以吃东西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根本就是胡伦春枣 对 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刚开始 童文会说 医师啊随着他的植物阶级越高 他的肚子越大 不是因为他吃太好 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运动 又太少时间聚焦东西 你看他所有的东西都吃到肚子里面 都又坐着开始看诊 对 对 好 还有一个是很常听到的 叫做脾胃虚寒型 对脾胃虚寒 其实我们在门诊里面非常的常见 对 这一类的患者多半都是那种面黄肌瘦 你很难想像在这样的一个 2023年还会出现这样一个患者 我的确在门诊里面出现一个很瘦的女孩子 嗯 她每次来都跟我说 吃不胖 你摸她的手永远都是不是那么的温暖 嗯 那你问她 她讲话的时候永远都是 你要觉得 你要靠近她耳朵说 蛤 你说啥 可以说可以讲大声一点吗 她妈妈也跟我们说 她怎么煮东西 煮的再好吃 煮的再怎么营养 她都不愿意吃 就是很典型的所谓的脾胃虚寒型 那像这一类的患者有些时候 我就跟妈妈建议 不要浪费你们家里面的生姜 煮一点姜汤 煮一点鱼肉 发一点姜片 或煮一点粥 放一点葱 葱花 再加一点蒜末 或者那种姜 小片的姜片 其实就可以诱发她的食欲 我们常说 姜她可以温味植肉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慢慢的她手脚温暖起来之后 她肠外吸收的好之后 她就愿意吃东西 愿意吃东西 她身体得到营养 脾胃好 当然她的肌肉 骨头 就慢慢的恢复 正常的一个健壮 以及饱满 嗯 哎呦 我觉得 顾院长讲的好清楚哦 把这个中医 常常会讲的这六种型 就是非常清楚的 用症状来告诉大家 胃因不足形 就是口干舌燥 很可能就是这种 脾胃虚寒 就是面黄肌瘦 吃不胖手脚病 冰冷的 然后呢 肠胃湿热的 就是喜欢吃油炸的 辣的冰的 你就会特别容易觉得疲倦啦 大便是黏的啦 大不干净 这一型我觉得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好多青少年 都是这一型的耶 对 而且这一型喔 脸上都多半有一点痘痘 对 青少年她除了是这个 荷尔蒙分泌的关系 他们的饮食 的习惯 好像真的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 寒失组治型 就是结石的 亲手女最常见 对 然后再来食治肠胃型 就吃太饱 隔很臭 我觉得这些应该跟这个 中年男性 蛮多的这种 打嗝很臭 还有肠胃不合型 高压患者喔 像刚刚讲了 比如说医生啦 或者是很多这个跑车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 司机朋友 也都是胡伦吞早的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 就知道说 应该要怎么样 自己可能是属于哪一型 比如像我刚刚听 我就觉得 我好像就是 寒失组治 或者是 甘胃不合 但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像 这两个都很像 我其实这阵子 真的有一些状况 郭院长我就跟你分享 我也不怕大家笑 因为啊我长期以来 真的都吃很少 但是其实我刚听完您讲之后 我就发现 中医虽然我们在讲这个 整个脾胃的重要性 其实常常到最后 都是回到 你要好好吃饭 或是你的饮食 要怎么样去改变 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 越认识就是 几位这个很棒的中医 包括郭院长在内 我就越觉得 其实吃饭 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是一个 很不爱吃饭的人 因为我长期可能 为了就是控制身材嘛 所以呢 我已经养成就是 我真的不用吃太多啊 我就是不会饿啊 所以我可以吃很少 我真的可以吃很少 然后再加上淀粉 我也真的是 就几乎都不吃 可是我觉得我有吃蔬菜啊 我有吃肉啊 但是那个量真的也很少 那这阵子我就发现了 我就出现了一个症状 就是我的心跳非常的快 我的心跳很快 快到就是我在那里坐着不动哦 我说的是连续可能一两个小时 坐着不动 我的心跳都是在95上下 不动的状况95上下 那甚至在前就是前两周 我有一个晚上两天 半夜是睡觉睡到突然醒过来 因为心跳太快 嗯 心跳太快醒过来 而且我这两个礼拜没有喝咖啡哦 没有没有什么喝咖啡 那我有一天上礼拜有一天呢 我就想说哎呀来喝一杯拿铁 然后呢拿铁其实已经有加了牛奶啊 这样下去 结果呢我才喝了三口 我的心跳坐在那边不动 心跳是105 好所以太快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喘哦 怎么那么喘啊 但我很确定就是我一直 因为我整天都在做快晒 我没有确诊 我不是因为那个痠 后来呢我就这个西医就说 这样不行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心脏 然后中医说 我觉得你这样不行 你来给我把个卖 好我先去把了卖 之后呢我就被骂了 他说你都不吃 他说你是不是都不吃饭 他说你真的吃太少 那我就盘点了一下我的饮食状况 我大概这个饮食状况就是 我早上中午吃钱我不吃饭 我大概就是喝咖啡 我最近没有喝 但我平常就是喝咖啡 然后喝水啊 喝维他命C 这样子 然后中午呢因为很忙 要赶来赶去 所以我通常就是抓 抓着可以吃的东西 就跟医生一样可能抓一个三明治 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呢吃了之后呢 我晚上会煮饭给家人吃 但是我不吃饭 我就会吃点青菜跟肉 然后喝一大碗汤 就这样 是不是太少了 真的吃太少 对 真的 所以呢医生就告诉我 他说因为他说 他说他把我的脉的感觉就是 他觉得我那个脾胃里面是空的 好像没有东西 他说如果我用形容的话 你里面好像是空的 他说你这样不行 他说因为你还是在做非常多事情 尤其是你的工作量很大 所以他说你的 你没有从这个饭里面 就像你刚刚说的要吃白饭 对不对 对 他说你的能量其实是最重要 身体的能量需要东西还是葡萄糖 他其实还是从淀粉 糖类 对他从碳水化合物去转换 他说你什么都不吃 他说你的你的 你没有办法 但是你又需要有这么多能量 心脏只好一直去打 所以心跳就会加快 就会心挤 就会心挤 就是因为你的心 你需要这么多能量 可是你没有攻击他 所以心脏就只好 人家打一下 你就要打1.5下 他说你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然后我要讲就是 反正我被骂完之后 他就说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开给你的处方 就是你今天要吃三碗白饭 那我当然没有办法吃这么多 因为我已经长期习惯 可是我那几天开始 我就开始吃饭 我真的就是有每一餐 那我至少吃个半碗饭 然后我愿意吃面 然后很奇怪 好奇怪 就大概几天的时间 我的心跳就 当然还是偏快 可是就没有那么快 真的很神奇耶 为什么会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 老祖宗的智慧 说过一句话说 吃饭红带 甚至像我们长辈啊 我们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人手一只手机拿出来 他都跟我们说 来现在手机放的 有一句话说 吃饭红带 吃饭的时候不要管其他事情 先把饭吃完 所以这里其实也呼应到 我们终于讲的句话说 存着一分胃气 就保着一分生命 意思就是说 你的胃气要好 你人才会有生气存在 其实呼应了刚刚同文说的 不是说你吃的少 你就可以瘦 不是说你吃的胖 你就会 不是说你吃的多你就会胖 要怎么在对的时间 吃对的东西 这很重要 你不能说一早起来 就喝着一杯咖啡 然后喝着辣椒 然后喝着辣椒 加点牛奶变成辣椒 你就觉得 我得到一个早上的营养 应该就是说 我们人一起床的时候 肠胃他还没有恢复到他的功能 他还没有起床 那这时候你要慢慢的 呵护你的肠胃 你要跟肠胃说 起床了 这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的开水 慢慢的把你的肠胃换醒 我们之后再给他一点 还好的东西去调养他 所以我们常说 你一个人要干干净净 你的家也要干干净净 不可能说你的家很脏 你一个人还可以保持很干净 所以我们肠胃 还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肠胃顾好 人才不老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 因为这刚好也是我最近的体验 大家都知道 我同会很喜欢在节目里面 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因为讲自己的生活经验 其实是最深刻的 那不是只有给大家一些 就是看到的报道跟资讯等等的 所以呢 就是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真的可能是长期 因为我会觉得 可是我吃得很健康啊 医生我吃得超健康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都 我不吃太多的淀粉 我也不吃糖 我不太喜欢 我不吃甜的 我也不喝手摇引的 那我就吃青菜啦 然后我吃点鱼啊 我现在也不再吃牛肉啊 然后 可是那个陈志佳医师就跟我说 但是你吃太少了 你真的吃太少 而且你要吃淀粉 所以呢 我最近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就是心跳快 但是呢 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我的 我的困扰 因为我睡觉会醒过来 然后我 我动不动就觉得很喘 这真的是不好的 所以也用我的这个 因为很多其实爱美的女生 可能都跟我一样 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 我就说我不怕大家笑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其实刚刚有讲到很多 在您的书里面 其实有一大部分 在讲各种的迷思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很重要 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 嗯 胃不好的人 不能喝咖啡或茶 绿茶虽然很好 可是绿茶会瓜味 所以胃不好的人 也不能喝 这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吗 呃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茶它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喝茶 因为茶里面有茶多分嘛 对 那我们常说绿茶里面的 额茶素含量是最高 那其实啊 额茶素它跟咖啡差不多 它其实也会引起我们的心悸啊 那像有一些人 他喜欢把这样的一个茶 跟其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 有些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说 他会过多于刺激我们的身体 包括像有一些东西 他会跟我们这个茶 额茶素 他结合在一起之后 就会附负在我们的胃黏膜上面 反而会出现一些身体的问题 再者像有一些人他喜欢喝绿茶 因为绿茶是属于非 未发酵类的这样的一个茶 那当然他的茶多分 含量更高 茶多分含量更高 当然他的质量越大 所以我常会建议患者 如果你要喝茶 喝咖啡 那请你先吃饱饭 让你的肠道里面有东西 奠点这个味 你再喝咖啡或喝茶叶 比较不会那么的刺激 那你像日本人 为什么他们可以肠保健康 或许他因为他长时间的喝这种绿茶 因为他绿茶里面的额茶素比较丰富 但别忘了 日本人他对吃是非常重视的 对 我们常看到日剧里面 他们要吃饭之前都会跟你说 他要开动的 其实我之前有去查处 我有问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说其实他并不是跟你说他要开动的 而是说他在感谢上帝 感谢大帝 赐予我们这丰盛的食物 所以你会发现 日本人吃东西他吃的很慢 吃的非常的享受 那他会在饮食外面再搭配一个绿茶 可是唐人不一样 唐人根本就不吃正餐 他可能吃正餐也吃这种炸鸡啊炸薯条啊 甚至吃非常简单的东西 就搭配一杯比你吃的主餐还多的冷饮 嗯 所以根本就是喝绿茶 我们待会来继续聊哦 今天礼拜三的一同爱自己 非常开心 我们请到的是现在人在台中的 服务员中医体系的总院长郭大为 郭院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有关于内洋外调护卫有成 也是他所出的这本 让肠胃动起来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很棒的观念 要来分享给大家 那刚刚其实呃 我要先先讲一下就是 呃我们今天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朋友有留言问的问题 我待会都会呃来请教院长 所以包括刚刚有一些人讲的是 在这一次确诊之后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都是跟肠胃有关的 或者是他已经有长期喂食道内流的状况 那这些我等一下都会找时间 来跟院长来请教 那同样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请教院长 欢迎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或平板上YouTube 来搜寻飞碟联播网 正在直播的节目 就是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你也可以在这里留言 我也会把这个问题 再等一下这个赶快找时间 来请教院长 那院长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 一些肠胃的迷思 刚刚有讲到胃不好啦 然后这个能不能喝咖啡啦 或喝茶 那所以你其实讲到一个重点 不是不行 就是不要空腹嘛 对不对 就是尽量不要空腹 那就有一个问题 是我刚刚本来要问你 后来发现 我们确实也有听众朋友在问的 就是 你在书里面 其实有写到吃早餐 到底 不吃早餐到底是不是对胃不好 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把它扣到 呃其实 有很多人都在实行断食 清断食像168 这个断食法 而且这个断食法 是很多医界的医医医生 不管中医西医都有人在做 就是这个这种断食法 他早上可能就是 真的中午之前不吃饭 然后他就是喝咖啡 空腹的这样状况 那甚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呃 观念是在推行不要吃早餐 也有这种书 那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呃基本上对我来说 我还是会推到最前面 如果你的体质适合 其实你可以去尝试168 或者是不吃早餐都可以 嗯 那其实我们常说一个 为什么我们常说一字字记大于一层 因为有些人很早起来工作 那你叫他不吃早餐就去工作 他可能没那个体力 那如果你的睡眠时间是属于 你会睡到中午自然醒 你才开始吃饭 那当然你不需要 中间就起来吃早餐 吃完之后又回去睡觉 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说 不管你吃不吃早餐 重点就是在于说 欸你的体质适不适合不吃早餐 像我们常说小孩子 吃早餐完出去上课 他可能可以让他的脑筋比较好 他可以让他的这个学习能力 比较比较好 可是像我儿子 他每次只要早餐一吃 他就肚子痛 他就跟我说他早餐没有食欲 但是你一定要逼他吃早餐 那我觉得那也未必 所以看你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 吃早餐或不吃早餐 不必要拘泥说 欸我一早起来 我就要吃早餐 那可能就是被我们的身体 始终所抵制约了 欸一天就是有三餐 可是有一些人 他就根本就不需要吃到三餐 但千万一定要掌握到 如果你早餐起来想要喝咖啡 还是会经营 当你的肚子里面有一点东西在喝咖啡 那如果是在喝咖啡 拜托喝温热的咖啡 不要喝冰的咖啡 嗯好 所以这个也就跟回答了 刚刚我们有朋友说168 是不是会对胃不好 肠胃不好 这件事情 来做了一个回答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的是 胃不好的人 欸可是有一种说法是说 胃不好的人不要吃面食 我自己也发现就是不是说面食 就是有发酵过的东西 比如说我吃面包 那更不要说甜点 好我先说为什么我不吃甜点 我不太喜欢吃甜食的原因 第一个是我本来就不喜欢 没有很喜欢甜的 第二个是我真的觉得 我吃甜食会胃不舒服 所以呃我们来讲 他到底是甜还是面食造成的 呃基本上来讲啊像胃酸逆流啊 他可能我们常说他的原因 可能是吃太多容易发酵的东西 嗯 吃太多甜的东西 或咖啡茶叶豆有可能 再者回归到说胃不好 我是不是即食面食 以我本身来讲的话 嗯 我胃不好 但是我每次只要吃到面 我就很痛苦 我就一直胃酸逆流 我也是欸 我也是吃面 怎么会这样 而且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变 我以前小时候不会欸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 我在自己在尝试我发现 我吃意大利面 我吃拉面 我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去找原因 我觉得是跟面条的制造过程是有关系 所以你看有一些他是用小麦做的面 蕎麦做的面 蕎麦做的面 或者是说他在揉面团的时候 他放了什么发酵的 或者是揉面包的时候 他是不是放了太多的蓬松剂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说 他们家自己做的 妈妈自己做的这种面包 他怎么吃都不会脏气 可是他只要买街头巷尾面包店 怎么吃怎么脏气 那你说欸胃不好真的不能吃面 我觉得可能要选对方式 选对他的原料 对 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啦 那那那 其实可能就不能只是说是胃不好不能怎样 而是这个东西里面他到底含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可能是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 消化不良的时候吃胃散就好吗 这个其实已经很多医生讲过 但我觉得因为胃散好像是中 中药 属于中药 所以我觉得还是请中医来说一下 对 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去日本玩的朋友 会收购非常多胃散回来 或者是说你会发现 你去朋友家肚子不舒服 他也是从家里面的柜子拿出一万胃散 拿给你送给你说我去日本买回来的 所以胃不好的时候到底是不适合吃胃散 因为其实胃散他就是通杀 他可能对一般的肠胃道 这种状况是很好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做彻底的检查 包括像昨天有一个患者就写 线问我说他大便出血了 哪里出血怎么怎么样 他妈说你有没有做过胃散 你四十几岁没有做过胃散 我还是会建议你做个胃散 做个大肠散 确认我们气质性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处理 这样才不会延误你的病情 那赤胃散其实有帮助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确认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恢复到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你问题是来自于甘胃不合 那你除了赤胃散之外 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减少你的压力 适时的释放你的压力 如果你问题是来自于所谓的这种 气质常胃 那你除了赤胃散改善之后 你的饮食的量要改变啊 你不能说我吃很多 我每次都靠胃散来处理 这好像有点折本着目 有点颠倒次序 那我常说 并不是说赤胃散不好 而是说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 有些时候胃散可能处理到80%的问题 可是永远都留20%没办法解决 或许就是那个主要的原因所在 好 那一样的问题 肠胃不舒服的话 这个胃散是内服嘛 还有一种外用就是会抹一些凉凉的 含薄荷的精油 这样这个有有助于消解脏器吗 的确是可以啦 像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知道 患者回去用万精油啦 用一些垂纳油可以按摩你的肚子 从你的右手绕过你的左手 这样顺时针的按摩 所以就提醒患者说 怎么样呼应到这本书 让肠胃动起来 就是说当你去外面吃把饭 回来工作场所 回到位置做好的时候 这段路程千万不要浪费掉 用你的手慢慢的按摩你的肚子 让你的肠胃好好的消化 好好的运动一下 把你吃菌的东西慢慢的取消 慢慢的消化 那不要一回到我们工作地方 又开始做的 又开始埋头苦干 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肠胃还是会非常的不好啦 包括像我们常说 你抹精油什么精油都是可以 只要不要太过于刺激 因为有些人他的皮肤比较刺激 所以你抹太凉的东西 或太辣的东西 反而会造成所谓的皮肤发炎 嗯 我跟大家说齁 你吃的太饱的时候 最好的这个消化的方式 就你知道我有时候真的是吃 有时候我也是会吃很饱 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受喔 站起来洗碗 洗完碗整理完 那个厨房就好了 真的 他就是你不能进入窝在那里啦 你就这样起来动动啊 对 好 再来肠胃发炎的时候 到底是要吃饭吃粥还是要吃吐司 当然我们只有分嘛 当你急性发炎的时候 饭啊粥啦都先不要吃 这时候可能就喝一些流质的东西 喝一些滴渣的东西 不要喝那种炸的果汁 因为炸的果汁里面含有太多果粒 反而更容易引起肠胃的发炎 那如果进入所谓的慢性发炎期的时候 慢慢的让我们的肠胃 恢复它原本的这个工作的能力 你可以先吃一点白粥 煮的非常软的那一种 包括像我们常说上面有一层这种 所谓的这种粥水 喝这个粥水效果也是不错 那如果要吃饭 建议你吃白饭 或者像吃一吃吐司的时候 吃白吐司 进行所谓的低渣因子 慢慢的让肠胃恢复它的功用 因为其实我们中医讲一句话 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关系 因为中医讲一句话就是说 饮食入胃 油益精气 上疏于脾 脾气善精 散锅于背 通调水道 下疏膀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句话知道说 为什么中医这么强调的脾胃 因为脾胃跟五脏六腑都有非常大的相关 包括像女孩子下肢水肿 蜜药道不通 其实也跟脾胃相关系 好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实在太多人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了 请问有一种说法 说胃食道逆流的人睡觉的时候 左侧睡会比较好 这是真的吗 的确很多患者都会进来问我 说我是不是应该要靠左侧睡啊 他在哪一个文章里面看到 其实我是觉得往左往右都没有关系 因为本身我也是胃食道逆流很严重的人 那基本上你第一个一定要先搞清楚 为什么你胃食道逆流 咖啡啊 茶叶啊 饮食啊 都不要吃太多 饮食七分饱 吃饱饭之后不要马上躺着睡觉 那总比你把自己的肠味道搞得非常差 胃食道逆流很严重 你才能考虑到 我现在到底要左侧睡还是右侧睡 那其实我觉得睡觉的时候你左侧睡 右侧睡都是一样的 嗯 好 那我们就继续胃食道逆流 因为有好多人在问胃食道逆流问题 接下来我就要来把我们这个 呃 YouTube 上面的问题 来来请教一下 这个请教一下这个院长 来我们先来讲到 我刚刚有看到 呃这个胃食道逆流 他是说呢他胃食道逆流 呃之前的症状是会咳嗽 经过治疗有改善 但是他在 COVID-19 确诊完之后 咳嗽一直持续 而且都是在特定时段会比较严重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确诊 造成了他的胃食道逆流复发了呢 呃我们说胃食道逆流 有一部分人他并不会有非常明显的 会心火烧心 胸口闷 或像那种胃酸逆流的现象 有些人的胃酸逆流 他是以慢性咽喉逆流症状来呈现 就像有些人可能跟他讲话的时候 常常会咳咳咳咳 这其实不是慢性咽 这其实不是喉咙有痰 他是因为长时间的胃食道逆流 引起所谓的慢性的咽喉逆流 那这时候他可能遇到感冒 遇到 COVID-19 这一类 侵犯我们的肺部 侵犯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时候 他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越在这个时候 你饮食越是要改变 所以我们刚才会呼吁一般的人 当你确诊之后 你的饮食真的要跟着改变 饮食要跟着改变 吃清淡一点 然后尽量不要去吃太多刺激的东西 对不对 太甜的也不要喝 太甜的不要喝 不要吃 包括像我们现在夏季啊 西瓜很多 西瓜暂时先不要吃 太凉的水果不要吃是不是 对 而且西瓜很甜 然后生菜类的先不要吃 生食类的先不要吃 对 还有一位他说 他最近也一直被 胃食道内流困扰 甚至影响到耳咽管了 他说这也是第一次知道 有少数人可能会发生 让他整个脸都肿胀 耳朵听声音都会蒙蒙的 这是不是你刚刚说到的 的这个就是影响到什么 耳咽发炎 咽喉发炎 咽管发炎 所以我们中医常会说 轻阳不深 着陰不降 当你的肠道消耗系统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东西下不去 好的东西就上不来 尽管你吃了非常营养的东西 那营养东西吃到肠胃里面 他没办法把这个营养物质往上送 所以有些人会出现耳鸣啊 有些人会出现心悸啊 有些人会出现头晕这种状况 都是有可能出现 所以他追根究底 他的问题还是在于肠胃啊 你的肠胃问题没解决 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改善的 所以真的这个刚好就是 就是刚刚呼应了 刚刚这个郭医师讲的 然后还有人说 他每天睡觉 睡下来之后 常常需要坐起来吐痰 这个跟问食道逆流很 有关吗 他说呢 有一个亲戚这样已经很多年了 每一次他都叫他去检查 可是他都回说 那是鼻涕倒流生出来的痰 问题是他没有鼻子症状啊 然后他晚餐的时候常常吃大量的淀粉类 跟很甜的水果 有没有可能是喂食道逆流 对我们常说甜的东西容易生痰 那所谓的痰 不见得是吐得出的痰 连同我们这样中风 我们总也认为它是一种痰 所以像这样一类患者 晚上睡到一半会起来吐痰 我们就会看 他到底是吐出来是什么痰 如果像有一些吐出来痰 是有点黄绿色 那我们就把它归类一下鼻涕倒流 因为鼻涕倒流 到后院部 它会卡在这里 经过一个晚上 卡在这边的时候 它会有细菌支撑 所以吐出来痰 是会黄痰 会比较黏 那有些人他吐出来是比较白 比较偏偏偏偏偏 比较多泡沫的痰 我们就跟他说 那这是因为脾胃出的问题 所吐出来的痰 好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这个邪幕时间关系 这个我连这个YouTube上的问题 都没有时间回答大家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这个郭大为院长的这本书 让肠胃动起来看看 而且呢 福源中医体系也可以服务大家 那非常谢谢院长 下次见啰 谢谢同文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众朋友 继续 谢谢观众